各位交易者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义政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白银原油的每日交易指南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那么今天晚上的数据并不是很多 但是在本周会有一些重大的事件 本周五的晚上23点30分会有美联储主席包尔在旧金山联储银行活动上发表讲话 主题为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 所以这个讲话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周五的时候刚好是什么 美国的一个复活节 也就是耶稣受难日 基本上你看西方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停盘的 你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 基本上都是休市一天 所以周五刚好碰到美联储主席讲话 也没有什么行情 基本上这个平台也会休市 所以这是一个本周五 大家注意点 基本上周五就等于是放假了 那么今天晚上会有两个数据 第一个是22点 美国新屋销售总数年化 还有个22点30分 美国商业份达纳斯商业联储指数 这两个数据都不重要 所以你不用去看这个数据做交易 那么快速播一下当前有什么基本面值得关注 首先看第一点 那就是关于原油 目前我们看到根据ICE和SafeTC提交的此长报告 截止3月19号的一周里面 对冲基金和其他基金经理在石油价格挂钩的六种最重要的期货和期权合约上 竟买入了相当于1.4亿桶的一个石油 也就是说机构在大势面积的去布局这个石油 有迹象表明 机构投资者眼下正以四年最快的速度购买石油 因为他们乐观的认为 沙特及欧佩克盟友将继续维持现场的政策 同时经济前景的改善将提振能源的一个消费 所以这个油价现在机构已经开始去压注买涨 所有的石油 这个基金经理几乎全线买入 仅美国柴油禁止持仓 基本没有变化 而且这个油价不要觉得很高 并不是很高 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原油价格 几乎于本世纪初以来长期平均水平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这个机构 或者说基金认为现在的油价被低估了 未来还有比较好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消息对我们做原油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第一点 它能够保证这个油价的未来不怎么去大跌 因为这些是杠杆的 你看期货和期权是带杠杆的 一旦有暴跌的话 这些基金就会被强贫 会爆仓 所以有这个兜底的一个需求 另外一个点 基金的行为通常都是长线布局 快的话就一年 最短最短的半年 通常来说就是两年到三年 所以他们布局的周期是比较长的 你个人交易者是做短线的 你没有这个时间的跨度的话 你就不要轻易的去布局这种中长线 因为你拿不住 所以这个个人交易者 我们不急去追多 但是要坚持一个原则 那就是油价有大跌的话 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机会 你看这一个3月19号这一周里面 原油的成本在哪里 其实就在80美元以下和70美元之间 对吧 因此今年很难跌破这个70美元 如果是有跌破70美元或者到70美元附近的 你去布局的话问题不是很大 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可可期货 持续飙升 突破了9300美元大关 甚至差不多要突破1万美元的一个大关 那么可可的价格持续飙升 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 可可的话是做这个巧克力的 有史以来突破了9000美元一吨 你看这个走势图疯狂的进场 那么这个大众商品现在比铜还贵 可以看到这个可可期货有人在炒 我们要反推一下 可可属于什么农产品 那么已经有一个农产品在炒的话 其他农产品有没有机会 其他里面有很多农产品 这一些都值得去做关注 因为已经有先头部队的开始下手了 对吧 你炒完可可下一个是谁 肯定会轮动下去的 那么可可为什么会大涨呢 我们关注一下 第一个全球大部分的可可都产至西非 由于恶劣的天气和作物病害 当地的种植收成不佳 其他地区的产量几乎没有增加的迹象 使得该行业陷入困境 也就是农产品的天气问题 关于农产品的天气问题 之前我们讲过 在去年不是有这个恶劣的现象吗 对吧 那么这个效应的话 过去没有 也还没有过去 对吧 你看今年会不会特别的热呢 冬天的时候特别冷 对吧 那么今天会不会特别热 如果说再特别热 再加上干旱的话 这个农产品的投资机会就会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 比如说想去做这个可可期货 如果说你想做的话 咱们这边有平台是可以去炒这个可可期货的 比如说这一波暴涨以后 什么位置会下跌 什么位置敢不敢去布局这个空单 那么你就可以去做了 那么国内目前是没有开通可可期货的 想要做可可期货的朋友 等待这种做空的机会 因为一旦它真的跌下来的话 会跌得非常非常的凶 想做的朋友可以先开个货 盯着这个品种 后期我们再做一个指点 同时可可也受到欧盟零毁零法案 今年年底会生效 而可可就是其限制中的七种 可以看到它是年底生效 对吧意味着可可很可能会炒到年中 到年中的时候 快接近年底 就是消息落实的时候 反而会掉头向下 那么可可目前根据我们的法则 主要关注的主力位是在 12,739和1067 这个区间是我们法则最重要的一个主力位 那我们也判断这个可可 大概率就会涨到这个价格 后续就涨不上去了 所以你想做空这个可可 可以关注一下12,739和12,067这个区间 好 以上就今天一个基本面 还没有关注我们 意证经营朋友点点关注 关注意证经营 黄金白颜投资不迷路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用K线法的交易系统 给它做个解盘 很多朋友想要加入我们的会员 其实加入我们的会员 基本上是免费的 你只需要在指定的平台 开个户入金 达标了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K线法则交易系统 给你去做一个学习 那加入我们的会员 不是单纯的一个提供 死盘的一个指导 而是我们会让你先学这个课程 掌握了一套法则 掌握这个技术 然后我们的死盘 是完全根据这套技术 去做一个指导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边指导 边让你去掌握这个技术 最终能够实现你自己主动交易 最终实现你自己能够独立交易 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始终认为 单纯的靠喊单 是很难实现长期稳定的一个盈利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上涨头情绪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美元的看涨情绪36.6 看跌情绪63.40 可以看到这个美元上涨的情绪发生改变 普遍来说就是偏弱为主 整体看涨这个美元的动能 不是特别的足了 有减缓的迹象 但是整体趋势很没有变 也就是说这个美元有回调的需求 黄金我们看到看涨情绪40.22 看跌情绪59.78 可以看到这个黄金有这个变化 昨天447%对吧 可以看到这个黄金市场还是不愿意看到它去下跌 这也正常 因为我们的技术图今天分析过 它要走这个什么 头肩顶的话必须要走右肩 右肩就是一个横盘的迹象 下面看一下技术图 我们首先看一下黄金 黄金在舍物图里面 根据我们的法则 它现在已经突破了第一阶段的法则 理论上会涨到多少呢 涨到2196 93 98 这三个价格如果说直线暴涨的话会涨到2210 但是我们判断到2210的概率很低 基本上到的概率不会有 大概率就会在219693这个价格 所以你想做空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219693 可以去做空单 而当下 这个关键的法则支撑 突破点是在这个2183 如果说十分图有一根K线图收盘价格是低于2183的我们会看回调 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短空 那下方的比较重要支撑是在2176和2179这个区间 能到这个区间你可以去做相关的多单 所以这个黄金很简单 如果说这里不回调直接上涨 那么涨到这个219396呢 你可以去做空 如果说这里涨上去震荡 跌回到这个2183 那你可以在2183呢 做空 到这个2176附近呢 你可以买涨 两种情况啊 就直接涨 那么就在这位置去做空 可以看到整体而言啊 空的一个空间不是特别大 对吧 所以你还是以买涨为止会比较好 那2183能不能去买涨呢 因为它已经突破了嘛 对吧 就目前去看到2183啊 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可以去买涨 也就是回调啊 因为你要等它收盘嘛 这个是不太确定的一个事情 但现在突破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虽然这个黄金的当下 你可以注意一下 回调218380啊 这个区间也是可以去买涨的 很多人对这个跌破和突破 不太理解啊 其实我们要的跌破 比如说2183要跌破的话 是以收盘价为准 盘中跌破是不算的 因为收盘价 才是确定市场的最终的结果 也多空博弈的结果 是收盘价格 盘中价格是什么 是他们博弈的过程 两者是有区别的 所以很简单啊 现在黄金就继续的看涨 买涨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根据我们的法则 现在是一个看涨法则 但是这个原油呢 比较弱 大家看到对吧 就晚上来一波行情 目前这个原油呢 我们认为还会有一个回调啊 下方比较好的 支撑的是在81.3 81.4 81.5 这个区间之内啊 才是个比较好的买涨机会 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原油啊 现在不要去追多啊 等跌到81.3附近呢 再去买涨就可以了 理论上这个原油呢 如果说真的涨 会涨到84附近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认为 倒霸了4的概率不是很高啊 很大概率会在这个81和这个83之间呢 做一个震荡啊 这是一个原油 就很大概率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震荡啊 走这种行情的概率会高一点 这个原因呢 只有有效的跌穿80.95啊 才可能看暴跌80.9 这个价格作为一个止损呢 你可以逢低买入布局这个原油啊 我们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的整体的一个分析呢 和昨天的图啊 不变 你看这是一个昨天图 昨天我们担心的情况真的出现了 那就是在这个小区间里面 来来回回震荡 没有行情啊 没有行情 低吸高抛为主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依然认为这个白银呢 也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小区间里面 继续的震荡 就没有行情 继续做一个震荡 所以你还可以低吸高抛为主 继续的挂单啊 在这个24以下呢 挂一个做多就可以了 只有在这个摄像图 收盘价格有效突破 24.7 突破这个24.82了 我们才能够判断呢 这个白银要涨上去 要涨到这个25.4附近 所以现在先看这种小行情 有效突破了 再去买涨会好一点 那么现在这个白银呢 涨到了24.83附近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你可以清仓 做一个空单 我们看美元 美元今天晚上的回踩到一个104附近 那我们的今天晚上这个美元呢 跌破104的概率不是很高 104的概率 在这个104呢 很可能会有个反弹 在这个区间里面做个震荡 因为它还没有摸到这个核心的阻力位 如果说今天晚上它再没有摸到有效的阻力位 而直接跌穿104的话 那这个美元呢 我们认为后期就会下跌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强度理论上要去到的吗 104.7 但是你到不了 说明多头不够强 不够强的情况下还破位了 那就表示这一波上涨的结束了 只要它不破104 那我们认为这个美元就还没有结束 还要再去摸一下这个核心阻力位 才去下跌 就看它是一个震荡 洗盘这种概率会高一点 好 以上就是今天 K线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想要加我们的朋友呢 欢迎在私信里面和我们联系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 和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